大家好 今天是3月15日 星期二 市经过昨天的大幅度下跌后 今天进一步大幅低下 而且最低见过18,597 应该在座分析 先看市数 早市恒指先低下68点到18,931 最低见过我刚才所说的18,597 相对昨天收市大幅度下跌了934点 由于这两个跌得比较粗 其实整个月都跌得比较粗 其实上海是超买的 所以低位或多或少有些 趁低买盘、回补的买盘出来 结果市曾经轻轻反弹到19,392点 但直到达11点半左右 指数都没有法治再推进 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在19,000左右 有一点大家要留意 因为早前在2万点楼上一直猜拳 或多或少都令到辞货者 心态都比较持平 当然他们认为市最终都尽到手压 但不愿意去低估 其实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拿货要输算走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要很大的勇气 但当市数真的跌穿2万点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恐慌性的感觉开始出来了 然后越输越多 结果结果不沽不沽 都会沽 因为你一怕起来 你就没有发展理性去面对 其实这两天 或多或少都有些 不是太理性的炮兽 市低位有点后抽 但我不觉得是一个全国市 因为升市成交少 跌市成交多 直到这一分钟都没有改变 况且移动线方面的排列 是倒序形式 这个不是今天才讲的 一早已经讲了 当市出现250天线 下面150 20 10天线 行至下方 这些倒序形式 绝对是一个典型 标准的跌市模式 一见到这个情况 真是不可以轻易地入市 如果只是货重 那一刻不做风险管理 后续一跌上来 付出的代价是会很大的 好了 现在距离10天线 20912点 差不多有2000点 就是说市场就算有少少反弹 你要翻上10天线 其实谈何容易 你不能翻上10天线 意味着逐层底的形态 始终没有变 可想而知 大市的弱势是多明显 今个月是一个先高后低 当然 指数是由1号高位 22,937 跌到今天15号 早市的低位 18,597 半个月时间 指数跌了4340点 相当凌厉 如果你拉阔一点 整个浪的起步点 跌势 是由2月10号的高位 25,050点 如果去到今早的低位 18,597 我说是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 指数跌了6,453点 这是什么浮稿 这个本身可能是一年的波幅 但居然在一个多月出来 可想而知 资金撤离的态度 是多明显 和多凶狠 所以 现在这一分钟 仍然是磁形保贷 不要想着 那些东西很便宜 很便宜 跌很多来反弹 钱一沽了就来一场 你没有一注新的钱去猜上去 你买了便宜货又怎样 他便坐着 留得两天留得三天 按据不住又再跌 还有一件事 如果资金还有一注 就无谓买到 手上没有现金 居下的人 就失方寸 始终现金为上 现在这一分钟 星战有着显松工具 与大家分享 今天报告 是港交所的 Colon 28880 行使价是388元2号 到期日 今年9月 有效报告大约是6.5倍 给大家参考 港交所股价 325元 算 28880 这货币 大约是1毫3,700 如果港交所有机会 上回到350元 28880这货币 应该见见两户意志 即前度的升幅 大约是60.6% 反过来 港交所的股价 如果再进入手段 见到315元 没办法 28880这货币 亦会低见1毫03 潜在跌幅24.8% 相关资料是由升展提供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 相关的衍生工具 街货条款是怎样 点击到升展网站 大家看得很清楚 实际上升展网站 还有很多其他 资料数据 给大家参考 好了 中午分析就说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吝点赞 订阅 响 。